全球現場要來關注 在總統大選之後 南太平洋的島國懦弱 選擇和我方斷交 現在傳出帛琉 也有可能有邦交上的危機嗎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原因就是因為帛琉 總統會數人 最近公開曝光了 這一封信件 致函給美國聯邦參議員的信件 現在也公開給媒體看到了 好 這信裡頭就提到了 中國大陸其實不斷的利誘帛琉 當然換取的條件 就是希望帛琉可以跟我方來斷交 這封信裡面就寫到 中國大陸現在開出的條件 就是把帛琉的飯店 如果之後還有加蓋的話 所有的飯店都會開放 觀光客到帛琉來旅遊 這一些觀光客就可以把飯店的房間 訂好訂滿來利誘 期盼就是可以換取帛琉 放棄跟臺灣的邦交 另外也提到了這個帛琉 現在捲入的是地緣政治 這個角力的重心 包括了帛琉就是可以讓美國 能夠對這個夏威夷 跟亞洲之間的海域 還有空域來進行戰略控制 其中就包括了中國大陸 基於的航道可以有效 把美國基於軍事目標的邊界 延伸到亞洲 另外呢我方的前邦交國 就是所羅門了 在2019年的時候選擇和我國斷交 但現在鎖國的在演議員 就呼籲說必須要重新審查 對中國大陸的安全協議的必要性 尋求重建和臺灣外交關係的可能性 好對於這樣的說法呢 外交部也做出了回應 這是外交部的發言人劉永健 他就表示說我方一向都是持著開放的態度 和各國往來不會預設前提以及立場 好另外同樣也是我方的前邦交國 宏都拉斯了 其實台紅現在斷交的時間已經快要滿週年了 但現在就傳出一個消息就是 這是紅國媒體他們自己曝光的 基欠臺灣的債務是高達了4.4億美元 大約是新台幣138億元 好當然這樣這麼大一筆債務 有沒有辦法在期限內還新呢 還是個大家問號 好另外呢 這個也是傳出說 我方現在還在南太平洋的這個邦交國土瓦魯 因為在他們在1月份的選舉的時候 這個結果顯示清台的總理要爭取連任失敗 那外界就解讀可能會導致 土國他們的外交政策有個大轉變 可能會選擇和臺灣斷交 那16位新科國會議員原本他們預計要在這幾天要投票的 選出下一屆的新總理 但是來看到的土國當地的天氣狀況是非常的不好 首都富那富體所在的環礁是遭到了4公尺高的巨浪包圍 以前是不會淹水的地方 現在也被洪水給淹沒了 惡劣的天后阻止這個船隻抵達首都這邊的碼頭 那有當然非常多的民眾就受困在裡頭了 另外呢有4名的國會議員受困在外島沒有辦法投票 所以現在整個總理的選舉是難產的 因為呢在1月份的時候那個土國進行了選舉 所以他們這個原本後來就是要選出一個新的總理 但是也是因為這個天后的關係 所以呢這個新總理的選舉出爐 好這個日期恐怕還是遙遙無期的 好另外來看到是現在美俄之間呢在這個核武之戰 不斷地比拼那也延伸到了外太空去 這是根據了美國多家媒體的報導 最新情資顯示俄羅斯現在在研發部署在太空的核武 並且可能進一步摧毀美國的衛星 而美國政府說已經警告了國會還有歐洲的相關盟友 但是現在白宮國安戰略溝通協調官科比表示 這個消息是令人擔憂的 但是目前他認為是不會構成直接的威脅 根據外媒的報導過去十多年來俄羅斯 一直都在研發太空核武 美軍的官員現在也警示俄羅斯和中國大陸 都是在進一步加強太空軍事化 而且美中俄三個大國都在設法蒙蔽其他國家 俄羅斯現在研發部署在太空的新型核武出現了進展 可能會威脅到美國和盟邦的偵查 還有通訊衛星 專家就表示目前美國儘管是有太空軍 但是還是沒有能力對抗這樣子的武器 好另外呢 第二個美國的FBI的局長現在還是持續的認為 中國大陸的網攻是個非常大的威脅 慕尼黑安全會議即將登場了 除了大陸外長王毅將會與會之外 包括了美國的副總統賀錦麗 還有國務卿布林肯都會出席 而現在美國的FBI局長瑞伊 他已經先到了德國慕尼黑這邊 他參加的是慕尼黑的網路安全會議 他再度批評中國大陸進行大規模的網攻 中國政府交到集團與徒業的招善 和有基本的威脅 和經濟威脅 靈威脅 領利負責 太阳星全校客废有一身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客废一身菌 才让我认识到客废一身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一身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客废一身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客废一身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客废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Boofeel